作词 作曲 刘勒 回过头 说什么 一瞬间 都变了 当你从未眼中我哭了 我算不算了解过你的性格 爱和不爱 要结合 失去了什么 我 您好 请问有没有一位叫杨静的小姐 入住你们酒店 您稍等 我帮您查一下 好 先生 是有位叫杨静的小姐住在这儿 几号房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您她的房间好 不不 你听我说 我真的是她的朋友 也真的是有事情要找她 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告诉您客人的房间号 不是 你打给她 好的 先生您贵姓 我姓卓 卓一帆 您稍等一下 喂 杨小姐是吗 有位姓卓的先生找您 哦 好 先生对不起 杨小姐说她不认识您 不可能 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吗 对的 杨静小姐 不 你再打一个 我来跟她说 好不好 我真的帮您确认过了 要不你再打一个给她 保安 保安 您只要告诉我 先生 先生 她到底是多少啊 不是 先生 你听我说 先生 我就打一个电话 请让我们工作好不好 先生 先生 怎么让我 怎么影响你们工作了 先生 您出去 我怎么影响 我找一个朋友而已 您出去 您出去 你们放开我 你们精力在哪儿 先生 请配合我们工作 放开我你们 出去 请你离开 杨小姐 请离开 别容不让我进去 不然我们报警了啊 报警 我还想报警呢 行吗 行吗 ошиб了 行吗 揭или Jeder 行吗 出 syllable要快 归手 충答了 如果没有 等 杨小姐们 你已经等了他三年了 还要继续等了 那天晚上你不是说过吗 过了十二点就不再等了 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吗 你知道什么 我喜欢在这儿呢 我乐意 我跟他的事 不需要你这种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救我 谁说我不知道 也许 我什么都知道 是你呀 进来吧 你真的那么狠心 不去见他吗 我跟他三年前 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不是跟他在一起吗 可是他现在想见的人是你 你现在是以什么 身份来劝我 我最好的朋友 杨 杨靖 你怎么现在这么跟我说话 那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呢 叶小姐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 杨靖 那天晚上 你不要再给我解释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明明说过 你 你不怪我的 我是说过我不怪你 那你为什么 但是我恨你 叶黎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谁都可以抢卓亦凡 唯独你不可以 我没有想过要跟你抢 可是你明明抢了 我原本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甚至是最重要的朋友 但是叶灵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你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 有一个疼你 爱你的爸爸 他已经为你计划好了未来的一切 你什么都不用管 就可以过得非常好 可我呢 我一无所有 可你为什么还要抢我 锦上的 唯一的重要的人 我 我不明白 你 你是再也不把我当朋友了吗 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 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 叶灵 你永远都想象不到 你在我身边抢走的 不止是卓亦凡 还有很多比他更重要的东西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 你可以走了吗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您是再也不把我当朋友了 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 谢谢 沙朗先生 我记得你 你是追我们车的那个人 你策划做得非常好 谢谢 我 我其实想问 你有没有兴趣 陪我吃个早餐 你是为私事而来 还是为公事而来 我现在不谈公事 沙朗先生 杨小姐她现在还住在酒店吗 应该不在吧 应该走了 走 她去哪儿了 她跟我说她订了 今天中午回英国的航班 年轻人 你如果现在追 有可能还来得及 但你要跑得比昨天快 谢谢 你也要 祝你最好的 你好 请最近一番飞伦敦的在哪里啊 往前走 那边 对 停下了 别还在原地站着 回过头 说什么 一瞬间 都变了 当你从未眼中模糊了 我算不算了解过你的性格 爱和不爱 杨浅 失去了什么 但你把快乐到我 一跳过 我不是不同世界的人 你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 你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 有一个疼你爱你的爸爸 我一无所有 你为什么还来像我锦盛的 唯一的重要的人 我想想更加慷慨 要路到的幸福就别太快表态 怕辜负 怕等待 怕寂寞 怕忍耐 或许我们不够爱 我们谁都不会 只能怪自我保护太快 你的等待 没等到你的期待 两个人都想站在 对方的死角 一颗心不想交出来 一颗心不想交出来 这算不算悲哀 两个人都想站在 对方的死角 一颗心不想交出来 这算不算悲哀